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里充满了各种艺术活动 我会经常用一些空档的时间去参观艺术展览 今年对我来说就是非常特别的一年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与了艺术的设计 我是受到了深圳当代艺术家贝尼的邀请 今年的八月份参加了他的一个新的创作艺术展览 叫做T计划 这个T计划是在大芬村的TNT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 主要是因为在TNT当代艺术中心 他们在大芬村有一个驻地中心 这个驻地中心是由一个老旧的工厂 轮胎工厂来改建的 里面有六个工作室 可以同时容纳六位不同的艺术家 在那边做艺术创作 那这个展览主要是针对人的五感的部分来做设计 我就负责了气味这个部分 最后我就用自己的想象赋予给他们一个气味装置 在这个展览里面有一个问到我个人的部分 有一个很特别的问题 如果我在创作上遇到了瓶颈怎么办 那我的回答就很直接的 就想出就一直喝咖啡 在2013年来到深圳之前 我一直是担任美商联邦快递公司 武汉的财务结算中心财务长一个职位 因为当时是一个人在武汉工作 所以我利用很多空档的时间 回去在咖啡店里面喝咖啡 也认识了很多咖啡馆的朋友 我当时在武汉的时候就经常参与了他们的工作 从创造一个咖啡馆到运营咖啡馆 那我也经常跟当地的个人一直分享台湾 还有我过去在其他地方所接触到的咖啡文化 咖啡的一些信息 来到深圳以后 我发现深圳这座城市 在当时的咖啡馆数量是非常的稀少 所以我每天上班前 想要去喝一杯好咖啡 我就要找很久 当时也没有多少家的精品咖啡馆 所以我就只能去喝西式的蔬食店里面的咖啡 所以我深深地体会到 深圳作为一个国际的一线城市 应该在咖啡店的这个数量上面 应该会有比较多的咖啡馆 来提供给市民们一些生活 还有提供我们能够在日常有一杯好的咖啡可以喝 那对我来讲 我就看到了深圳作为一线城市 在咖啡这个行业的发展契机 还有它非常大的一个潜力 所以我就决定留在深圳这边发展咖啡 这块咖啡豆叫朱砂石榴 是我经过了将近88次的调配跟烘焙所做出来的 制作它的灵感其实是在于张萌老师的画作 名字叫做朱砂石榴 我当时一直在想 我能不能用这一幅画转换成咖啡 它应该是要什么样的味道 我现在和朋友一起开的这间咖啡馆 这家咖啡馆它是开在城市的公园里面 这里是香蜜体育中心 我们咖啡馆的面前有一个很大片的草坪 后面还有一个很亮的一个足球场 这个咖啡馆区别于一般的咖啡馆在商场和写字楼里面 我很喜欢这间咖啡馆 它融合了自然和公园绿地的环境 这包括室内我们选择以白色为基础 让人感到非常的明亮舒服的颜色 在这个环境里面呢 品尝咖啡是一种享受 这种环境也让人愿意融入 坐在这里看书或发呆 而且会感受到格外的轻松 也就是说咖啡馆其实是给城市人 带来了更多的愉悦跟休闲的方式 现在的深圳有随处可见的各种精品咖啡馆 也有自己城市的味道 咖啡行业在深圳非常稳步的发展 可见一座城市的发展水平 是与这座城市的咖啡馆数量成正比的 欧欧也要感谢 让我与深圳这座城市产生了最浪漫的关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